臺灣將要面臨更具挑戰性的未來 以及多變的國際情勢 國防力量的累積以及韌性的建構 是臺灣生存的必要工程 國防自主正是建構國防戰力韌性的重要關鍵 這個中心的成立 象徵著臺美雙方國防工業合作的成果 國防自主從來都不是一條簡單的路 面對中國威權主義的擴張 臺灣會持續的跟民主夥伴一起加強合作 捍衛共同的信念跟價值 我必須要強調 我們越是做好準備 企圖侵犯我們的人冒進的機率就越小 我們越團結 臺灣就越強壯越安全 我們國安會顧立雄秘書長 行政院沈榮晶 我們國安會陳文正副秘書長 我們空軍留任員司令 國防部李仲孝長次 漢翔公司胡開鴻董事長 今天很高興來到漢翔公司 參加F16維修中心成果發表會 進一步了解維修中心 推動到今天的成果 與發展的現況 我在國慶的演說中 陳說 臺灣將要面臨更具挑戰性的未來 以及多變的國際情勢 國防力量的累積 以及陣性的建構 是臺灣生存的必要工程 國防自主 正是建構國防戰力陣性的重要關鍵 因此 從我上任以來 政府積極地推動 5加2產業創新計畫 以及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政策 建立國防產業供應鏈 另外就是重點推動的項目之一 滿足我們戰機自主維修的能量 縮短戰機維修所需要的時間成本 是建立國防產業供應鏈中的重要工作 這也是兩年前 政府民間合作成立F16維修中心的目標 F16維修中心也是美國F16製造商 洛克希特馬丁公司 與漢象公司共同推動 成立的後勤維修中心 這個中心的成立 象徵著臺美雙方國防工業合作的成果 這兩年 在維修中心 國內各家廠商 軍工廠 以及我們中課院的共同努力之下 現在已有超過百項的F16系統零件 可以在臺灣就地維修 將有助於改善F16戰機機隊系統零件 長焦期 高難架 高難架問題 縮短戰機維修所需要的時間 將大幅提升戰機的妥善率 空軍有型作戰的能力也更加穩定 也更能確保臺灣空域的安全 F16系統零件維修工作中 要取得原廠技術移轉後的認證 將考驗各家廠商的專業能力 我期許大家繼續提升自我技術水準 克服未來的種種的挑戰 我要感謝漢翔公司和我們在座的各家廠商 你們的付出與支持 創造的政府民間合作 壯大臺灣國防實力的典範 讓臺灣在國防自主這條路上 順利的進行 你們都是中華民國國軍守護國家的重要後盾 我也期許經濟部 國防部 維修中心 和國內廠商能夠持續的合作 透過以軍代名的方式 不僅爭取空軍內需市場的需求 後製國際國造的核心實力 更可以打開國際軍民航空市場的商機 提升臺灣在國際航太供應鏈的地位 國防自主從來都不是一條簡單的路 面對中國威權主義的擴張 臺灣會持續的跟民主夥伴一起加強合作 捍衛共同的信念跟價值 我必須要強調 我們越是做好準備 企圖侵犯我們的人 冒進的機率就越小 我們越團結 臺灣就越強壯 越安全 我們今天已經邁出關鍵的一步 我要請各位 為強化臺灣的國防戰力和任性 繼續全力以赴 讓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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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不幫助 請台上的貴賓向舞台前方就合影位置 待會兒我們將進行大合照 請企業代表到面向舞台左側準備 請企業代表準備 勾請總統上台 來 台上的貴賓 媒體朋友 第一張 三 二 一 第一張 讚 一樣面向前面的攝影大哥 三 二 一 讚 好 謝謝台上的貴賓往舞台前方就合影位置 同時邀請沙發區第一排貴賓到舞台前方就攝影位置 企業代表請上台 好 我們一樣拍兩張核桃第二張我們來一個讚 一樣面向前方的攝影蛋 各位貴賓請起立 恭送總統 請大家以熱烈的貴賓掌聲恭送總統 謝謝總統今天的歷齡 謝謝總統 紅包 風樂 前方為服務 環境 後方為服務 為服務 愛 您